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编码器 脉冲当量测试 转弹课程学习目标 学会测试旋转编码器的脉冲当量 所谓脉冲当量 也就是一个脉冲驱动传送呆的位置量 具体步骤分成四步 第一 控制方案设计 第二 信号处理 第三 硬件电路设计与安装 第二 程序设计与调试 下面先看 第一 控制方案设计 一 控制方案设计 控制方案大致如下 首先 通过电动机的运动 带动传送带产生一定的位移量 同时 通过电机对面的旋转编码器 将电机的运动量 转换成脉冲量 输入到PLC PLC 通过高速计数器 对脉冲进行计数 从而形成了一个比例 也就是 电机带动的 传送带的位移量 跟长生的 脉冲数 形成了一个比例 而这个比例 就可以计算出 一个脉冲 能够驱动 传送带移动多少距离 这就是脉冲当量 下面 看 测试方案的一些秒数 测试方案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第一 按下启动按钮 电动机 以30赫兹正转运行 当 金属检测传感器 X4 和 光纤放大器X5 检测到物料时 定机停止 定机停止时 用钢瓷测量 物料移动的距离 同时记录 脉冲数 这样重复多次 取得平均值 然后再进行计算 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面 下面进行信号处理和硬件电路设计 信号处理主要包括 PLC的输入输出信号分配 和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分别如 左边表格和右边表格所示 硬件电路设计 有 PLC的外部控制电路设计 包括输入电路 传感器检测电路 和旋转编码器电路 以及变频器控制电路 其他等 然后第四步 程序设计 按照上面的测试方法 编辑一个能够控制电动机 启动与停止的 这样子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如下面所示 第一部分是启动 启动的时候 要对PLC的高速技术器 进行一定的预制 然后第二部分 控制电动机的 运行与停止 以及高速技术器的 技术情况 运行此持续 然后对它进行监视 就可以观察高速技术器的 脉冲数 下面详细的过程 请看视频演示 旋转编码器脉冲单量测试 旋转编码器电路设计 PLC高速技术器 C251 编辑程序写入 PLC监视C251 脉冲数与测试物料移动距离 测试并记录移动距离多次 监视相应的脉冲数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 将物料移动距离和脉冲数量各取平均值得到S的平均和M的平均 脉冲当量等于S的平均除于M的平均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